旧金山当地时间9月30日 2015年北加州中国企业协会年会 在美国加州红木城举办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罗林全 中国驻旧金山商务参赞下降 北加州中企协会会长陈冠敏在年会上致辞 会场高鹏满座 当地政要和中资企业代表出席了年会 与会企业代表就中美经济往来 及物联网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作为中企协在这边 实际上他们也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桥梁作用 把中国的这个business跟美国的business 能够互相结合起来 所以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吧 我想中企协在这个里面会把我们的公司 就是在美国投资的公司 能够好好的团结起来 提高自己的影响内 提高自己的这个生育 美意度 能够进一步为双方的经贸关系 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次 整体的比较高层次的对中国在美企业的一个集体的展示 那么正好借习主席房美他提出的这个 我觉得中美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压倉石 那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这个follow我们国家的这种外交和经贸的政策 我觉得在对中美的一个经贸关系上 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合作上发挥我们在美企业的一些因应有的作用 中企协会自1997年成立至今发展迅速 目前协会拥有200多家会员 在中美经贸领域皆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我们从97年成立到一直到2005年 这这个12年时间呢 我们只有40家会员 到2005年到2012年这7年时间 我们增加了85家会员 现在呢 这个2012年到新年 2015年不到4年时间 我们差不多200家会员 这个跟大环境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跨过太平洋 来到这个美国投资 这是有根本的关联 也给我们国家这个鼓励 这个投资 作为这个我们对外投资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部分有关系 Well I've gone to China five tim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met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nd my primary purpose is to let people know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and establish business in Millbrain and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This is a wonderful conference learning a lot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客座率 应该是在80%以上 那么随着市场这个竞争 国行在北美投放的这个运力 应该是增加了将近40%左右 所以说我们还要通过中企的这个大家庭 来为我们国行增加更多的这个客源 谢谢 ICN便是联播网 旧金山台报道